各位同学好 很高兴大家喜欢这个食品加工的课程 那我们食品加工的课程呢 我会把这个我们常用的六大类食物 把它切分 切分的主食类啊 蔬菜水果啊 奶类啊 肉鱼豆蛋类啊 还有油脂类等等 这些六大类食品呢 我们把它切分了以后呢 做分别以台湾的食材 来制作食品加工的课程 所以呢 我们比如说 我们就会做包子啊 馒头啊 或者是大家喜欢吃的汤包啊 水饺啊 那再来呢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羊羹啊 或者是果汁果冻奶酪 或者是同学们最喜欢的手工饼干 等等 那甚至于最简单的什么葱油饼啊 蛋饼啊 我们在课程中都会陆陆续续的为大家做制作 介绍 那我们在做食品加工的制作过程中呢 会用影片来把它详细的录制给大家 那大家就可以参考可以在家里自己做 那也可以在课堂上自己做实习也可以 但是基本上呢就是要注意卫生安全 这个食品加工课程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这个卫生的观念 那制作要注意安全 因为呢就会用到刀具啊 还有一些机器啊等等 那这边简单的食品加工的一些仪器 大部分都是很简单的 但是呢也要小心 因为就会有一些 比如说这个加工的过程 就会用到一些器具还有刀具 还有一些瓦斯炉啊 烘烤箱啊 搅拌器等等 那这些搅拌器啊 刀具啊 以及瓦斯炉啊 还有烤箱 都会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在制作的过程中 要注意到它的卫生以及安全 那也就是不要让自己受伤 也不要让这个食品受到污染 所以你要有卫生安全上过课的一个基本知识 然后再来做这个食品加工的这个制作 那会比较OK的 那这样来说 我们就希望你能够在这个简单的食品加工的一个学习上 利用数位来学习哦 那同学 老师就在这边简单的介绍 食品加工的课程 希望你会喜欢我们的课程哦 好再见